它是一个年过六行的老人 它是刚刚三岁的星星 他和他总是半步不愿分离 伙伴 讲述一位老人和小动物们的十年情缘 山东神雕山野生动物保护区 位于山东荣城市的东北部 这里紧邻大海 有近三千只动物生活在这里 每当有小动物出生后 如果动物妈妈没有能力喂养 新出生的小动物 就会送到保护区的育幼救助中心 我听说有一关系有个男主 六十三岁的周小光 在这里整整干了十年 最近他遇到了一件非常烦心的事 从生下来就由他用奶粉喂大的猩猩东东 已经三岁了 本该到了离开育幼中心的年龄 但东东却不想离开他 不听话我不信了 我不信了 你说什么事有吗 你怕你走了呀 怕我走了 我先给他洗一洗 育幼中心有二十多只正直哺乳期 和刚断奶的小动物 在周师傅忙碌的时候 东东总是跟前跑后的缠着他 让周师傅没办法工作 早上六点 住在育幼中心的周师傅就起床了 起床后他第一份事就是给正在哺乳期的小动物 喂奶粉 这两只是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小黑熊 这些吃奶的小动物 每天需要周师傅会舞 这只是刚出生五十天的狮虎兽 是非常稀有的动物 它是老虎和狮子的后代 目前世界上存活的狮虎兽不超过一百只 这只像猫一样的动物 是老虎 这只是黑豹 才刚出生一个多月 长大后是很凶猛的动物 不过东东站着育成现在起床了 所以是起床了 育幼中心一共有三个饲养员 其他两个饲养员是周师傅的助理 刚生下来吃奶期间的小动物 生命都很促弱 被养的难度很大 照顾这些吃奶的小动物 都由周师傅来做 周师傅忙碌的时候 东东就是缠着它 跟周师傅棒的 尤其是看到周师傅 对别的小动物好 更是发脾气 表示不乐意 东东是出生后 由周师傅一手带大的 周师傅特别喜爱它 但是他这样顽皮 但周师傅实在没有办法 去照顾其他的小动物 他希望已经长大的东东 能够独立生活 这是东东三年前 刚生下来时的照片 东东的妈妈 是一位三十岁的高龄妈妈 东东是他妈妈的第一个孩子 东东的妈妈生产的时候 很艰难 生完东东就死了 东东立刻被送到了周师傅这里 去生了以后 不到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多就是送到我那个地方 一口他妈妈的男也没起 当时谁也不知道 瘦小虚弱的东东能不能活下来 周师傅看到东东奄奄一息 马上把东东送到了医院 以前我没围过这么鬼种的动物 因为是第一次 在医院里面 我在那个地方 陪着他 我儿子 在医院里面 聚了一个医院 我就和他聚在一块 住在一块一个房间里面 最后满园了以后才起来 他有耐心 一穿个鞋 尿布 弄小瓜 缝 什么的 缝小瓜 对呀 他那坡的那些小瓜 都是他这脚的 为了方便照顾小动物 周师傅常年 住在野生动物育用中心 几个月才回一趟家 这天 周师傅的女儿来探望他 看着父亲母亲 是无趣性地照顾着小动物 在女儿的日历里 自己和孩子们 都没有得到在父亲的这种照料 然后 dollosta 我发现了他 pi 她的衣服 冰冻的 冰冻一臂 你做过吗 没有 她没给给她做过衣服 没有 给个冰冻星星做过 我发生日之后 还擦屁股 那不嫌脏吗 不嫌 就当她孩子一样吧 嫌脏她就不做这个了 我爸不嫌脏 不嫌脏 动物保护基地还有两只年长的猩猩 大东东二十多岁 猩猩是群居动物 周师傅希望已经长大的东东 能融入两只成名猩猩的群体 这天周师傅带着东东来到大猩猩的馆寿 这两只猩猩是一对夫妻 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周师傅本来以为这对夫妻会接纳东东这个孩子 没想到公猩猩老黑一看到东东 立刻生气地怒吼起来 大猪的公猩猩使劲拆着平常自己做的梦架 周师傅觉得大猩猩突然见到东东 也许会有一个适应不成 他希望和大猩猩多待一些时间 让他公主就安静下来 公猩猩见周师傅和东顿不离地显得越来越气 把东东和周师傅赶走 把活的那个猩猩 因为他就是好像是嫁奖或者是头一样 像是头王一样在那个地方 他必须要维护自己的群体 维护自己的家庭 他俩是一个家庭 必须维护他的家庭 就是别的猩猩来了以后 不管大小 他害怕去驾驭他那个群体 公猩猩的咆哮 让东东非常畏惧 他紧紧地带着周师傅 半步不离开 不行 公猩猩不接纳东东 周师傅只好带着东东离开 有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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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吗 根本不行 上月前面没有 他得有一个过程 东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周师傅又接到了新的工作 这天 育幼中心 又送来了三只 刚出生十多天的小棕熊 三只小熊 是熊妈妈不会喂养 被送到这里的 周师傅每天的工作 一下子更加忙碌了起来 早上六点起床 他需要给这三只小棕熊 和已经送到这里 一个多月的两只黑熊喂奶 每天要给他们喂五次奶 但东东总是在周师傅忙碌的时候 跑前跑后 半步也不肯离开 这让周师傅又是爱又是无奈 天黑的 进去睡觉了 进去睡觉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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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号数 这个 这个小棕 新小棕 新小棕 星星属于灵长类动物 三岁的东东在智力上和两岁的孩子差不多 四五岁的时候 如果训练得好 可以自己用勺子吃饭 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周师傅教东东洗手洗脚 淘气的东东根本不配合 三岁的他 似乎已经习惯了 周师傅为他做一切 因为没有找到奶粉 周师傅也好给三支小棕地买粉 测量奶瓶温度的时候 我们发现周师傅的做法很特别 现在烫 就是一些 一些热的话的温度和息才能给它起 温度就是 一般经常看下 我都是经常练我自己类的经验就是 那是调好了以后 放在这个眼皮的下面 只要眼皮不烫的话 都没有问题 用眼皮来就温度 它这个温度 这个地方心理特别敏感 是吗 你的手啊 还有哪儿呢 手不行 手上温度不行 看下这个 棕熊是肉食的奶 小的棕熊如果只喝奶粉 会导致营养极度缺乏 最后身体衰竭 小熊的妈妈是周师傅几年前 对奶狗喂养大的 熊妈妈和熊爸爸以前生育过两胎 但都是在小熊长到十七八天的时候 因为不会照顾孩子 不小心把他们压死了 担心这次熊妈妈又不小心压死孩子 三只小熊长到十天的时候 自养员就赶紧把他们送到周师傅这里喂养 当时我想如果是饲养了三五天 能找到哪一个 我还觉得心里还挺有底的一样 结果三五天以后也没找到哪一个 结果就害怕了 就着底了 三只小棕熊来预诱中心的时候 只有零点七公斤上下 按照生长速度 经过一个星期 应该至少长一半的体重 但他们的体重一点也没长 早在他们出生前的两个月 周师傅就特同事朋友 帮他们找奶狗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小熊们只吃奶粉饿得很快 愈热就扯着伞着大叫 周师傅在育幼中心工作已经十年了 只有小学学历的周师傅 成功喂养了两百多只吃奶七公的小动物 我们翻阅周师傅的动物日记 是惊讶的发现 周师傅十年里写的动物日记 竟然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这些日记记录了小动物的成长过程 如果哪只小动物生了病 更是记录的清清楚楚 在十年喂养小动物的经历中 周师傅从来没有过 用奶粉喂养小熊的经历 他又翻阅了很多书籍 书上也没有用奶粉成功喂养宗旧的先帝 这让周师傅心里很失焦虑 三只小熊总是这样不长重量 时间长了会有生命危险 周师傅很着急 他请同事帮忙转发了很多微博 希望能尽快帮小熊找到狗妈妈 但是打来电话的人 寥寥无几 一向来说是有的 养的那个什么那个狗啊 一个是品种比较高贵一点的 两个比较高贵一点的 这个音乐就不远可以损 育幼中心每年都要送来二十个只需要補充的小父母 公共长大一些还是要送到新的育养店那里 虽然舍不得东东 但还是要送走他 周师傅找了一位特别细心的饲养员来到育幼中心 他希望东东和这位饲养员在接触的过程中慢慢熟悉 能接纳这位新的育养员 他可能咬啊 他可能咬啊 是吗 可能瞎瞅 没瞎瞎啊 我都不咬你了 来 过来来 好不好 来 行 没想到 东东好像是知道了周师傅的心思 对新来的饲养员大大出手 来 有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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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吗 根本就不行 不行啊 嗯 剩下的见面吗 有辣 他得有一个过程 那为什么要打这位饲养员呢 找过去去 随着理着 他不在理着 他不要理着 他就 他就 他就把他引走了是吧 嗯 他一直踏下去 运气踏子好一点 你看了不 你看踏下去就不行 嗯 嗯 可以 特地咬我 特地咬我 嗯 像大猩猩老黑不接纳东东一样 东东也不接纳这位新的饲养员 他和大猩猩老黑一样 又是怒吼又是打 想把这位新的饲养员撵走 嗯 看到东东对自己这样的饲养 不愿意和新的饲养员生活 周师傅心里很难受 来 给我手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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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有钱要走的话 嗯 就是 我常 卸不得 卸不得 是 说 你比方 比如说我一个回家修夹的回来以后 好个前面见 哎呀 看到我那个 loved the 亲爱 还好料不得啊 我一包着他呀 都都 都相信了 都包 老多 都褥的 我的 head 只有一种尝试,心里能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在为你,我走了 好不好 你又有点 谁啊 更好啊,更好啊 你吃了,吃了,吃了 你吃了,吃了 剩下的门都不够 那等会儿时间,他会接上另外一个小小小 我觉得这个神真是很难写 谢谢,谢谢,谢谢 一次意外,让小熊濒临死亡 他们是否能挺过难关 猩猩东东和新来的芳芳能不能和谐相处 伙伴,讲述一位老人和小动物们的十年情缘 自从那位新的饲养员来了以后 只要看见周师傅出门 东东都要紧紧告诉周师傅不让他离开 而当周师傅忙碌的时候 东东更是追前跑后 让周师傅牵着他玩 这让周师傅又爱又没办 他怕我走了 是吧 他怕我走,我才能走到他愣着 他害怕了,就定得很紧 其实快会拒绝了 周师傅找来了很多玩具 希望这些玩具能吸引东东 如果他自己一个人玩的开心 周师傅就可以腾出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看见东东玩的兴奋 周师傅准备出门给别的小动物做午餐 但是东东一看着周师傅 从中立刻追上去 周师傅给小动物们喂食 都有固定的时间点 现在已经到了给小动物们吃午餐的时间 有20多只小动物的食物需要准备 没有办法,周师傅只好把冰奋钻进了容器 周师傅先给身体最弱的三只小熊为了奶粉 接着又赶紧给其他20多只小动物准备吃的 周师傅给小动物们做的吃的 都有严格的重量和营养配比 拿好,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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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美洲狮,是一种非常凶魔的动物 这两支是金钱豹 年龄刚两个多月 是为了断奶才送到这里的 只要人一靠近 他们就会发起攻击 给他们喂食 周师傅他们根本不能进房间 上次去大猩猩哪 大猩猩老黑不接纳东东 周师傅不想仅仅去一次就放弃 上次老黑那样对待东东 也许是第一次见了大猩猩人 如果多去几次 对东东熟悉了 会不会改变态度呢 周师傅决定再试试一次 这天天气好 他又抱着东东来到大猩猩这里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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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抓我身上了 还抓了吗 对 差点了我信心 嗯 嗯 这边有什么东西啊 还能使啊 这怎么能使啊 这怎么能使啊 他怎么能使啊 他怎么把人在这儿拿起来呢 他这太轻松了 你要说 他害怕啊 下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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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怕啊 他害怕啊 不接纳他 嗯 是 不冷 看到老黑仍然不接纳东东 周师傅只好抱着东东回到了育油中心 东东冷不冷 动物保护基地从别的动物园找了一个八个月大的小星星方方 周师傅希望作为同类的方方和东东能够成为一对好伙伴 但是调皮好动的东东会喜欢新来的方方吗 周师傅心里也没有底 但是一味依赖自己的东东 必须有一个他能够喜欢的伙伴 才能够回家情绪的生存 否则随着一天天的长大 他的脾气会越来越暴躁 也会慢慢变得多 东东会接纳刚刚八个月的方方吗 他们能不能和谐相处 三只小熊能不能找到狗妈妈度过成长的难关 请继续收看伙伴 下集